新竹馬拉松 大家好,歡迎來到捷克以外來線聊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新竹馬拉松 這次的新竹馬拉松真的是氣風古雨 一大早我去現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下雨 而且交通管制車也非常擁擠 選手們到場的時候陸續幾乎開始熱身 這時候雖然有下雨但是雨勢還好沒有很大 溫度也沒有很冷 起跑之後選手們陸續跑上6-8快道 選手們跑到6-8快道之後 我立刻就轉換到武林橋下面的馬路 等待選手的到來 選手來的時候一開始速度都非常的快 因為一開始也還不到10公里 這邊的選手速度還算是蠻快的 那時候下雨的狀況也還好 就是也沒有很大 這邊拍完之後我就立刻趕到體育場那邊 因為有交通管制的關係 所以要繞一下西大陸 從西大陸到食品路的時候 因為也有管制 所以我只能用走的到體育場那邊 這裡剛好有趕上前幾名的選手 那後面的選手也陸續到來 這邊拍完之後 我本來想到千甲的萊德補給站那邊 但是因為交通管制的關係 我一直騎不過去 所以我只能趕快趕到私立公園那邊 然後等選手們來 到那邊的時候有半滿選手 也有全滿的選手 但是到那邊的時候 因為雨勢越來越大 風雨越來越大 所以那邊的採光沒有很好 拍了幾個選手之後 我就趕快回到南寮公園 那南寮公園那邊的時候 雨勢也是忽大忽小的 還好有趕上圈毛的總一跑到那邊 那陸續有很多選手已經跑到了那邊 那因為到那邊的時候 天色越來越亮 所以那邊拍起來會比較好一點 一開始太早又下雨天天色沒有很好 所以拍起來比較暗一點 那到南寮公園的時候 拍起來就比較明亮一點 那邊的採光效果比較好 到那邊的時候拍完就趕快回到終點 拍其他選手的充線 所以這次的跑者都說 跑起來不太容易 我拍攝這邊也不太容易 因為一直下雨 畫面一直被雨淋濕 所以我要一直插鏡頭 而且採光也沒有很好 所以拍起來不太容易 不過整體上來講 新竹城市馬拉松這次辦的還算還不錯 雖然有一些小缺失 不過也算還好 那一些小缺失 比如說網路上大家講的很明顯的錯誤就是 就是講座的部分 它的方向是放錯的 一開始我也沒有發現 但是上台有拿到講座的朋友說 他的講座是放反的 那後來我也去官網看 官網那邊之前就已經發布了講座的照片 結果那個照片也是放反的 這個就非常誇張 這個感覺就是品管都沒有做好 官網那邊也沒有人發現 因為通常官網會放照片之前 通常會先檢查一遍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應該是講座可能就是長這樣子 後來有很多人說 那個不是NO 那個是馬拉松最後的ON 後來大家才知道 原來真正的講座是長這樣子 所以這個品管真的是有待加強 不過這個不影響賽事 這個就是一個蠻基本的檢查 但是都沒有檢查好 這比較誇張一點 因為我們在等頒獎的時候 那時候下雨的雨勢越來越大 在舞台的中央還會被雨噴到 所以那雨勢根本就是斜噴進舞台的 所以站在舞台中央等頒獎的時候 風一直吹來又冷 但頒獎又很久 所以有些選手在那邊等待的時候 越站越久就覺得越來越冷 我在那邊也是感覺越來越冷 那有其他的選手表示說 回來只有麵包可以吃 真的吃不夠 然後身體又很冷 但是這個可能是因為當天天氣的關係 因為當天的天氣 雨勢越來越大 風越來越冷 所以大家回到會場 在那邊等待的時候 身體已經降溫了 那天氣又很冷的狀況下 你的身體又沒有足夠的熱量的話 你站在那邊等就是越來越冷 如果今天天氣是很好狀況下 那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那因為這次下大雨 新竹的風又吹得很大 所以站在那邊 大家越吹越冷 那這次新竹馬拉松 幾乎是新竹所有的跑團都動起來 很多跑團都有協助幫忙很多補戰 比如那一的卓二門跑團 二六跑團 還有新竹路跑生 很多跑團都有支援很多補戰 那幾乎都是熟悉的朋友 這個每個地方大概都是這樣子 如果你那個地方有辦馬拉松的話 在地的跑團都會出來支援一下 所以這次的新竹城市馬拉松 真的是遇見不少朋友 那這次有跑全馬的選手就說 一開始就知道賽道大概是43K 那距離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這次是下雨風又強的狀況 所以他們說這次跑起來不太好跑 跑到城市裡面的時候 風會比較小一點 那往自行車道跑的時候 那邊風是比較大一點 那最後從南寮公園跑 華雅馬公園的時候 去城市風沒有很大 但是回城的時候有遇到逆風 所以有些路段是比較難跑 尤其是最後的3K回到中間的時候 選手們都表示說風非常的強 最後3K真的很難跑 所以這個除了新竹的特色風很強之外 有時候就是看運氣 當天比賽的天氣狀況如何 如果是好天氣跑起來又太熱 但是如果是陰天下雨的天氣 雖然好跑 但是風是很強 拋棄也不太容易 所以有時候天氣因素真的是影響很大 那這次恩大周鴻姐她有跑到抽筋 那時候恩大跑回終點的時候 連獎牌的時候都沒事 後來我們要到你玩賽里的時候 上草皮的一個高低差 她突然就說等一下等一下她不能動了 後來我想說她可能踩到石頭或什麼 結果她是抽筋 她這次的抽筋算是大抽 那釘在那邊完全不能動 後來做了一些舒緩之後才好 結果好了沒多久 馬上又換左腳抽筋 所以兩腿幾乎都是抽筋的狀態 後來緩過了之後我們走到玩賽里那邊 她又馬上又抽筋 雖然在這種陰涼的天氣跑起來很好跑 但是因為可能也不會覺得很渴 所以補的水分還有電解質如果不太夠 那你跑步的時候你的強度又拉很高的話 那還是有可能會發生抽筋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管在好天氣或者是壞天氣的時候 你該補水的時候你就要補足你的水還有電解質 這些東西都不可以少 就算你今天跑起來沒有覺得很渴 但是實際上你跑到某一個距離的時候 你身體實際上就是缺少了那些東西 你就有可能會發生一些抽筋 那如果天氣很熱的狀況下我們要補的更多 所以大家跑步的時候該補的水電解質 還有熱量一定要補足 這次我在拍攝的時候還是有遇到其他的狀況 這個狀況大概是每一場馬拉松都會發生的問題 就是有很多民眾不知道說有辦馬拉松 有些路段不能過的時候他就會開始罵說 為什麼要辦這個馬拉松 妨礙大家的交通什麼的 這個有好有壞啦 一般在舉辦馬拉松一個禮拜之前就會在路上貼標是說 哪一天有舉辦馬拉松 但是往往我們經過的時候不太會去注意 你沒有注意的狀況下當天突然比賽 你又覺得說擋到你的路 所以你就心情不好 或者是網路上有寫 但是有的老人家可能沒有在上網 所以他不知道這個訊息 每一場馬拉松一般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擋到大家的屈辱大家就心情不爽 但是如果是其他狀況 比如神明落盡 大家就會配合的繞開 大家也不太會說什麼 但是突然有辦馬拉松 然後自己不知道的狀況下 路被擋到了 就會心情非常的不爽 這個非常的奇怪 神明落盡沒關係 道路施工也沒關係 那馬拉松就會覺得心情不爽 這個在很多地方都會發生這種情形 但我每次拍攝的時候也都有遇到 這個辦馬拉松其實有好有壞 對商家來講 商家有很多商機 馬拉松辦完之後 有很多選手會去吃早餐 會去買東西 所以對商家來說有些很好的地方 但是對住戶來說 就一大早很多人在那邊跑步 真的很吵 所以辦馬拉松對大家都會有影響 不管是上班的 或者是住戶 或者是商家 對大家都有影響 所以這個就是提早知道 哪時候要辦馬拉松 那很多人就會規劃 應該要走哪條路 不過有些人可能真的很忙 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 當天又被擋到 所以心情真的會很差 但這個在台灣各地的馬拉松 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那這個算是很常出現的狀況 那整體上來講 我就會新竹城市馬拉松 這次舉辦了還算可以 那雖然有一些小缺失 但是那些影響的程度還好 如果今天天氣很好的話 那大家跑完 可能也不會那麼餓那麼冷 因為寒冷的天氣運動的話 你的消耗會更大 所以這次跑完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淋裡吹風 所以感覺特別的餓 那獎牌的話 主辦單位也說要補計正常的獎牌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到一個馬拉諾的獎牌 還有一個正常的馬拉松的獎牌 所以也算是一次拿到兩個獎牌 而且那個瑕疵的獎牌 也是有一個特別的紀念心 也是一個不錯的紀念 所以是蠻好玩的 那這一次新竹馬 很多認識的跑團朋友 都有參加馬拉松 那大家也都順利的跑完 那補戰也有很多跑團朋友 資源補戰 大家也都是盡全力來協助這個馬拉松 所以這次的新竹馬拉松 整理上來講還算OK 那再次恭喜所有完賽的選手 還有感謝主辦還有所有的工作人員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傑克樂來閒聊 記得訂閱Youtuber 按讚FB粉絲也好 追蹤我IG 就這樣囉 掰掰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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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